年豐人的話講 我覺得我們人 到最後都忘記初衷了 初心 對不對 初心 他那時候在艱苦的時候 都會想說 我好好來煮一下 很好吃的 真材實料 大碗又燒 這樣 慢慢的成功這樣子 結果人家有沒有給他機會 有啊 他成功了沒 成功了 對啊 可是成功了以後 他做什麼事情 追求更高的利潤 我現在好賺的 好賺的 沒有來跟大家騙一下 有騙嗎 有啊 嚴就是騙了 對啊 一千萬的工程都沒有啊 松露員都沒有啊 可是你已經賺那麼多了 你為什麼要去對待以前支持你 挺你 相信你的這些客人 對 他初衷都忘記了 對 所以我跟他說 我看這個事情 就是說我在看他的態度 你若是還要這樣 我覺得大家開始會 其實我起前本來也就覺得 我也是跟美人看法一樣 我是覺得說 你什麼食材三十幾種 其實你也沒有 沒有難過 就是你沒有去讀人家啦 你頂多只是說 食材少放一些而已啦 放一些湯塊啦 我們一開始真的覺得 頂多就是誇張一點而已啦 沒有到說用黑心的東西 是 是 那些東西也不錯吃啦 我們說實在他貨物也很好啦 我是覺得說 辛苦人你給他一個機會啦 誰沒有錯呢 可是我看到那個鹽巴說 你連工廠都沒有 你外面就外面講說 你投資一千萬 然後又說宋露言 這個事情我就很火了啦 騙很大了 對不對 他在創業到發展發跡的過程當中 剛剛我們也看到那個VCR 他說良心 企業良心 社會良心 還有餐廳業者良心 我覺得他一開始的初衷 應該是沒有變 可是到了後來 因為野心遮蔽了他的良心 所以剛剛講的 他從第一家總店 你看他上節目看 他說他做的東西都是真材實料的 然後瞎求開砍而談 他吃了別人的青菜多少錢 然後自己覺得應該多少錢 他那個時候心應該是真的 政治人偉一樣啊 多少人選議員的時候 其實多誠懇啊 對啊 而且都說 我就是要為民服務啊 對 如果等到再往上升 你家的水溝是我的事 有一天議員當立委 立委當縣長 縣長當主席的時候就不贏了 你也在影射水嗎 這針對性很強 而且還講說室友話對不對 我沒有聽到這樣 差低一點不會被槍打倒 我們椅子做低一點 我現在補充 我說真的 我現在其實也不是在講頂王了 其實我覺得如果觀眾朋友也在看 你就知道說我不是在講頂王 是我們都不要忘記初衷 對 真的是這樣 對 初衷很重要 然後我們在 高中也很重要 對 對 大學 大學 你有沒有是怎樣了 幼稚人就不要念了 不是 我要把時間序列說出來 時間序列出來 先是大統議 後來是胖達人 那個鏡頭的畫面 不斷的播出 他們這些老闆被追逐 還有包括小S公公那種 那種難堪的畫面 然後抵近集團 對 抵近集團 這個是 這個時間有給他充裕的時間 因為那個是去年 大概五六月份的事 這是今年二月份的事情 他螢幕上是每天都在 然後他們那些老闆們 面對這個事情的難堪 還有員工爆料的那個狀況 他竟然經過這麼多事情 他無感 因為今天他說這個鹽的事情 他有六個月時間 真的可以去設一個鹽的工廠 小的也好 對 小的也好 他真的有時間去真的改成是 因為他價格這麼貴 他真的可以這麼做 他竟然沒有這種感覺 而且還說一句話 我等你等一年了 他那個是什麼心態 我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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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那個 我告訴你 那真的是慌了亂講 不是 那是什麼心態 那一年的時間 你可以去做準備 可是你沒有做 這種 因為我現在社會轉財經 剛好很多社會事件 我又可以跟這些老闆們接觸 你不要再強調你的社經地位 社經 社經地位 這陣子其實這些事件 大部分都會來找我 我也都有大概了解裡面的人 但是我只有歸納出一個東西 我都去老闆心態 這一個老闆到底能不能救 這個事業這個維巾我能不能救 我只看這個老闆他的心態 大部分的所有的老闆 幾乎都是同一個樣 就是每人這樣 第一 他慌了 第二 這是他拼起來的需要 他就像弘怡哥講 他之前一定很認真的 我打拼 包括定心 這信仰的有認真嗎 很認真的啊 去台東打拼 康師傅 好不然他在賺幾千億回來了 我怎麼可以在這邊 我怎麼會做 做不到事情 這是一種心態 如果我聞到那個味道說 這些老闆認為說 不然我來給這個好嗎 如果他跟我講這句話 我一定全程幫他規劃 你要怎麼道歉 道歉之後 最後你說 再給我一次機會 我一定改 那我覺得企業就有救 可是我最近接觸這幾個 沒有一個讓我有聽到是這樣 你說他狡辯嗎 我不認為他狡辯 他真的像 我在回憶洪一個 他真的忘記初衷了 可是他有沒有想要 真的想要做這麼壞 沒有 因為賺錢賺習慣了 那真的比你實在做比較好賺 你注意看 他實在是一個很艱苦的營 17歲就出來半公半途了 做到今天的我認為 我判斷他至少財產超過10億了 今年幾歲啊 他應該蠻年輕的啊 他是60幾年左右 看起來很年輕 我跟你講他那個東西很好賺 嗯 那個東西很好賺 燈料的東西 一塊錢的豆皮可以賣88塊 那一塊錢豆皮那個也離譜了啦 豆皮要從 應該沒接觸啦 要從生產運輸 對 絕對超過一塊啦 那些什麼製造 到真的煮到你的豆上 一塊 我覺得人家說那一塊太難過了 對啦 那是成本的 我跟人家說的 你給他十塊 我給五塊 不要說一塊 我覺得媒體現在也不要說把所有的 落井下石 把所有的壞事都拉到他頭上 我覺得大家就就事論事就好了 我意思是說 你那艱苦的時候 你一直想說 我判斷你的財產超過10億 你10億你怎麼人生用花也發不完 發不完 這個時候你要記得 啊 你有今天是因為那些消費者嘛 結果他都沒有想到這件事情 到現在我是說 他的態度我還是看不出來他 他真心想要道歉 想要解決這件事情 因為他一直想要歸避那個責任 就是我覺得台灣社會其實會 願意給認錯的人一次機會 所以我覺得台灣人真的算善良 就是如果你是誠心的道歉 我覺得大家會願意的 可是如果你的態度還是閃躲的話 我覺得大家就就會放棄你 我過去就剛剛這個講的 過去有這麼多的例子都擺在眼前 那怎麼還不會從錯誤中學習呢 就別人大統遊啊 什麼敢來有理沒敢來啊等等 這些大老闆都把給陳老闆經驗 做示範呢 我跟你講他餐飲到了一個過程的時候呢 開始有各種的創投啦 或者各種的專業的人 因為我就同一個邏輯 我為什麼不能夠做呢 我們來看一下哦 他有鼎王麻辣鍋 他有嚴選青鹽風的燒肉 其實他有一個吳老鍋 吳老鍋也是他的 吳老鍋的這個膠原蛋白鍋 跟冰淇淋豆腐鍋目前仍在調查 他也去找你的膠原蛋白就對了 再來他也是符合潮流 做很多創新的東西 所以才會引起消費者的追逐嘛 那他集團還有洗湖人間茶款 還有月咖啡兩個品牌 所以你看他整個餐飲集團的這個架構 其實還蠻完整的 而且也到這個規模 他到這個規模的時候 就是初衷的還在嘛 這才是要講的 那你想想看 鼎王麻辣鍋就是 他的什麼 酸菜白肉鍋是添加醋 不是用果醋 其實酸菜白肉呢 你真的要有特別的冰箱去發酵 因為要冷 白菜本身就會有一些發酵 產生天然的那個酸味 那不夠酸 對 那不夠酸 就像客家人的薑絲炒大腸 你用白醋炒炒看 一定要低一點醋筋 對 一定要醋筋 那個也是化學之典 我們是天然的東西 是齁 我一直不去打肉毒 感情就怕不能吃客家小草 跟薑絲炒大腸 那大腸炒成這樣 可是我們小時候吃的薑絲大腸 沒有醋筋 因為那個時候沒有醋筋這個東西 對啊 還是很好吃啊 純粹就酸酸的 對啊 這20萬 對 那這個不得宣稱療效 因為金針菇具醬膽工程功效 這個就被開法的比較高 80萬 對 好 真正嚴重的是這個 你登工廠登記在台中無峰 可是沒有合法登記 OK 就被勒令停業 這條是100萬 OK 好 那現在呢 這個嚴選青年峰呢 這個製造工廠根本不存在 OK 所以呢 這個 這個是有廣告不實 這也是只能用廣告不實 沒有 這未來可以辦炸漆 這人家炸漆就大條了 我會想要告訴奶潤那樣 對啊 炸漆是告訴奶潤那樣 就是你消費者如果去提告 就可能會成立 所以沒錢已經被貢罰了380萬 OK 那麼現在就怕說他的膠原蛋白 跟這個冰淇淋豆腐鍋 他的膠原蛋白鍋 你們有沒有吃過 沒有 還沒有機會 就是用那個 有那個塊 膠原蛋白的那個塊 丟進去 好像一個果凍那樣丟進去這樣 對啊 我覺得喔 我再補充一下 我覺得人是這樣 就是說他很開始創業的時候 都希望說他的需要可以讓大家 肯定 接受 但是做到一個程度都想到什麼而已 你知道嗎 追求更大的利潤 利潤啦 賺錢再來喪失 其實不只食品業 我覺得很多行業的老闆 到不來招經體 都是忘了他的初衷是什麼 對… 來 我們先休息 一開始那個飲食 後來就是建立了 其實喔 會不會他認為 鼎王的生意還是很好 所以他很聰明 不怕 我覺得有時候是這樣 這個你搞不好不能夠這樣 素打胡先生 這個吊以輕心 對 你鼎王現在生意還是很好啊 沒有 有啦 所以他的台中店 還是定位 被訂到凌晨都還是 北部好像還是沒受什麼影響 沒有受什麼影響 我們記得去是剩一半啦 說實在的 有拍到剩一半的 可是他也很聰明啊 所以繼續吃鼎王的十大理由 在這個報紙上面有做出來 OK 原因是因為人都會犯錯啊 所以只要曾經改過 再給一次機會就OK了 這就是你真的要好好把握的 人家願意給你機會 那你有沒有曾經真的要改 OK 那你人生才四十幾歲嘛 你還有大半輩子要過對不對 這次的跌倒你有誠心誠意要改的話 你還有機會站起來 因為你是打拼過來的嘛 對 好 再來 添加香料沒有不對啊 況且業者提供好的用餐 環境跟服務行動之子 就說也好不就好耶 那再來 雞湯塊大家都有用嘛 再來 毒奶都喝了這子是假 又沒有毒 然後就算鼎王有其他店一樣 全台灣都一樣啊 然後又是講說 鼎王各方面都非常好 環境空調服務態度 都比香港好太多啦 OK好 台灣的餐飲業的服務態度 是比香港好很多啦 然後呢再來 老實講 我也覺得鼎王 比一般的業者還要好 然後麻辣鍋對人體本來就不好啊 反正不是腸汁 偶爾汁有什麼關係 再來 鼎王服務真的很好啊 你看十大理由裡面有好幾個 都是服務 服務 OK好 不是就是廣告不實嗎 又不是有毒 他說潮就好 潮就好 管他做什麼的 只要能夠打卡就好 可是美人你注意喔 這十大理由沒有人提到鹽 沒有 這個是在鹽的事情爆發之前 生理出來的 所以 不要以為這十大理由 然後鼎王就覺得說 哇你看沒問題 大家支持我 你這個鹽